散散過的粄條Q彈可口 在放入鍋內與洋蔥 韭菜 大火熱炒爆香 倒立的新竹炒粄條熱騰騰上桌 不過最近遇上保齡案食安風波 老牌粄條業者也很關注 目前好像沒什麼感覺 然後正常就真的很營業 我們這個粄條是純米的 它有那個什麼 和整個實在那個單子用 有給我們看 這裡就是新竹新埔的中正路 有著粄條一條街的稱號 二十多家業者以到底客家小吃 粄條聞名 就連前總統蔣經國也多次到訪 就為了品嚐香氣噴噴的炒粄條 很好吃是老店 對 所以不會受到那個粄條世界影響 不會 對 不過並非所有店家都如此樂觀 在中部就有業者表示營業而受到影響 顧客還是會擔心食安問題 像那個他說吃粄條就是有問題 所以他們就是會問這樣 然後會擔心 有一些人會跳過 粄條或是果子條 又Q又彈 可以吸筍也可以咬斷 它的原料就是米 但是受到各因素的影響 保存並不容易 因為氣候、溫度、空氣的濕度 它容易發霉 保存的方法很難 真的很難 盡快把它食用完 也有台北的馬來西亞餐廳 老闆感慨業績明顯下跌3到4成 呼籲相關單位能盡快查明案情 森林新聞綜合報導